她要走了 姐夫 我最後還是只能成為 一個路人家 怎麼樣 喜歡嗎 口感很深 好喝 太好了 我還特地查了沖泡技巧 好險沒有失敗 不然就讓 費這款豆子的特色和風味了 你怎麼會突然 對咖啡感興趣 我是問了你 我在想 芋頭酥 如果能找到適合搭配的咖啡 這樣如果有人在質疑 你真心的時候 你就可以反駁它了 你真的是越來越盡責了 因為我們說好了 要一起下完這盤棋 怎麼不喝了 不是喜歡嗎 我怕要是喝上癮了 以後喝不到了怎麼辦 怎麼會 如果你喜歡 我可以天天泡給你喝 我打算提前去東南亞 提前 提前多久 這快半個月後就出發 半個月 如果我跟雨萱交接著順利的話 可能再提早個幾天 也說不定 所以 我的任務算是結束了 這段時間很謝謝你 為什麼要突然提前去東南亞 你為什麼要突然提前去東南亞 奶奶竟然同意了我們的關係 她那麼傷心 還那麼積極地想要多了解你 我不能讓她繼續這樣 越陷越深 所以 你是怕任務結束 我們分手 奶奶如果越認真 她就會越傷心 所以 必須停止這一切 不能讓傷害再繼續擴大 結束之後 你可以回麵包店 完成你的夢想 而且 你現在泡咖啡的技術這麼好 以後還可以煎賣咖啡 我保證一定會大賣 我們 還會繼續當朋友嗎 當然會 關橫衛 你不要騙我 請你認真的回答我 你真的會繼續跟我聯絡 趕快 來不及了 我要走了 姐夫 我最後還是只能成為一個路人家 我跟靳晨說 要提早去東南亞 她很失望也很難過 所以她鬧脾氣無視你 拒絕你讓她留下來 故意說自己是不外人 她沒有鬧脾氣 她是很難過 她是怕她再看到我 或多跟我相處 她會忍不住傷心 然後再給我個人 你確定 她很容易了解 因為她沒有心機 又不善於說謊 不要太糾結 既然已經決定要結束 又沒辦法回應 想弄不如短痛 結束 只是永遠不會再聯絡了 這個事實很傷人 如果可以 我是願意跟她做朋友 你們之間從來就沒有這個選項 不管是提前 還是原本約到三個月的期限 時間一到 原本就要切斷所有的關係 我知道 不 我現在並不明白 打算她答應跟你合作的那一天起 她就應該只好結束的時候 是她自己對你有了情分 並不是你的責任 在放想跟我當朋友 我拍拍屁股不屑一步 我還認為我自己是個渣男 沒想到 你比我更無情 我說的是事實 感情裡面沒有誰要對誰負責 要負責的只有自己 我只是不想讓她那麼難過 有些比愛情好解決 如果你真的這麼過意不去 你可以跟她分析你的為難 有用嗎 我想梁靜晨心理應該也很清楚 她不可能一輩子半男人 出現在男男的面前 你們永遠是兩條平行線 這就是事實 你不是外人 你不是外人 但是我不想狗嚇你 我不是那種需求 是我需要你 我扮成男人 但是我現在正開著車 在前往花蓮的路上 沒有帶太多的行李 口袋裡有點淺 我想就可以 我想我的時間還有很多 結束之後 可以回麵包店 完成你的夢想 你不是說 我不期待未來 就算要送你迎別禮物 卻連你喜歡什麼顏色 都會知道